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9月墨西哥大选开跑以来 第112位被杀的政治候选人 据CNBC报道 在本周日7月1日墨西哥大选之前 一百多名政客被杀害 墨西哥去年的暴力事件刷新的记录 有超过3万起谋杀案发生 而且这一数字并没有放缓 因此 这次大选被称为墨西哥近代史上最血腥的大选 被杀害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普隆图 自CNN这些死亡事件表明 墨西哥政府没有控制住又组织犯罪 以及对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犯罪渗透 目前 还没有一名候选人能够拿得出 应对这些谋杀事件的有效处理措施 5月 是墨西哥自20年前 政府首次公布凶杀案数据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也创造出连续三年犯罪率上升的最新记录 根据国家登记处的数据 一个月内2890人死亡 约每天93被杀 每小时4人遇害 今年1月以来 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3298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 这些组织的犯罪活动 主要指毒品走私 另外还包括盗窃 勒索 谋杀和国家腐败 在前总统费力佩卡尔德龙Polip Calderon2006-20 12执政期间爆发式增长 他执政期间 对贩毒集团进行了严厉打击 母亲节人们在墨西哥城展开游行要求政府回答他们失去亲人的下落土自私编 我们下落土自私编写的下落土自私编写的下落土自私编写